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滚装运输船 长200米宽36.5米 内部总装空间超过71000平方米 可以一次运输8500辆汽车 它就是由福建下船重工建造的里诺旅行号滚装船 这一期视频 葫芦就带大家看一看 这艘巨型滚装船是怎么运作的 这里是欧洲最大的新车出口运输中转站 他们要在16个小时内将1000辆汽车装上船 然后从这里出发 穿越大西洋到达米国和亚马加 在穿越巴拿马运河横跨太平洋直达新西兰 整个航程历史50天一共航行28000公里 每辆车在上船前工作人员都会对其进行扫码登记 为其分配指定的停车位 因为中途要停靠多个港口进行配户 所以他们要对14个货舱甲板进行合理分配 港口越远装载区则越靠后 为了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内部空间 车辆之间的空隙必须非常的窄 并且每辆车从上船到完成停放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这就需要工作人员默契地配合 他们各自负责专门的工作 有的专门负责驾驶 有的专门负责分区导向 有的专门负责固定汽车 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一旦出现失误导致车辆损坏 将是一笔巨大的赔偿 其中固定汽车这一环节最为重要 工作人员用绑带对汽车进行捆绑固定 防止车辆在海上航行时 因颠簸而出现不可控制的滑动 这艘巨型滚装船的负载重量超过21000吨 所以在装载汽车时 一定要注意重量的均匀分配 否则会有可能导致船身倾斜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忙碌 1000辆汽车已经装载完成 但他们仅占据了整艘船很小一部分空间 接下来里诺旅行号将前往下一站 装载更多大型车辆 你知道自己的进口奔驰是怎么运输到国内的吗 就是靠这艘全世界最大的滚装运输船 它不仅运输轿车和SUV 各种大型农机设备和特种作业车也是它的座上宾 工作人员正在利用巨大的液压设备回收破道 接下来 他们要前往500公里外的布莱梅哈芬港口装载剩余货物 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 能够同时停靠95000辆汽车 它被认为是欧洲最重要的汽车贸易枢纽 每年要处理的汽车数量高达220万台 今天他们要在这里装载2000台各种型号的车辆 其中包括各种型号的拖拉机 以及巨型工程机械和卡车 为了能装载这些大型设备 里诺旅行者号的舱口有12米宽6.5米高 它的坡道承载重量高达375吨 并且船内14个甲板中有5个可以自由调节高度 超大型设备的装载空间超过18000平方米 现在工作人员正在调整第8层甲板的高度 目前的高度是2.3米 现在要将它升高到4.2米 工人控制起重机推起甲板 到达指定高度后 由墙上的固定装置将其固定 首先登船的是一些常规的中大型卡车 装载完成之后 其他巨型机械设备 工作人员用挖掘机 推着一个巨型车辆进入坡道 可此时发生了意外 由于底盘过低 这辆车无法正常通过车库坡道 为了不损坏这些全新的设备 工人只能对其进行简单的拆卸 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木板放在车轮下 这样便能抬高车身使其顺利通过 有朋友会问 就不能把坡道做得平滑一点吗 其实不管做成什么样子都会遇到问题 因为这些大型设备七型怪状 他们没有固定的形状和尺寸 所以在运输的时候 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工作人员也只能见招拆招 经过一天的忙碌 2000多辆汽车基本已经装载完成 接下来他们将开启下一阶段的考验 眼前的景象并不是报废车库 这是世界最大的滚装船内部 这些全新的宝马奔驰即将运往国内 为防止出现意外 整个航程中 工人需要对这些固定汽车的扎带进行多次检查 确认他们是否牢固 如果出现意外 员工将承担全部损失 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可能是无法承受的巨额费用 工作至于船员之间也会进行一些娱乐活动 比如下象棋和打篮球就是不错的选择 整个航程中最让人紧张的时刻便是巴拿马运河这一段 虽然走这里能节省三周的时间 但是狭窄的通道也带来了一定的危险 船身两侧与岸边的间隙不足10米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碰撞风险 即便如此每天仍有几十艘船经过这里 并且通过一次的费用高达40万欧元 经过几十天的航行 里诺旅行者号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但是在卸货以前 他们还需要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对全船每一个角落进行检查 绝不能携带有任何昆虫 这不涉及任何技术问题 只因为它是违法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 当局可以禁止工作人员打开大门 并阻止他们卸载户 完成了所有对接工作后 工人开始卸载工作 所有车辆按照顺序 一个接一个的开下船 用不了多久 你购买的这台拖拉机 就会交付到你的手中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滚装船里诺旅行者号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